Ruby 2.0 我想也許大家有聽過Ruby 2.0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是 Ruby 當你沒有它的時候 你可以拿它做什麼事情 它其實很多啦 你可以拿它 我們待會會介紹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待會有興趣就找不到 我們今天主要會講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會提到 Ruby 跟其他程式語 有比較有趣 或者是比較奇怪的一些部分 因為它其實有些東西 是很有趣 可是對於不熟的人來講 會覺得很奇怪 也許你熟的時候 你覺得很好玩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可以拿它做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沒有要提到Ruby 然後怎麼寫 怎麼做 然後這個很重要 這個那個 因為 前幾個禮拜 就有 大大提到說 他之前都教人家怎麼樣 用GAE 結果 結果被怎麼樣 然後 我想 因為我 老實說我之前 是用 甚至我在工研院 上課的時候 都是教人家寫拍攝 所以其實我也很怕 很怕說 你看你之前不教人家寫拍攝 為什麼現在寫Ruby 反正有一些 有一些 值根都會說 每一種技術都一定都有它的 那個風險在 不是人家說這個東西好 你就要跟著用 你可以評估看看 然後 這個我覺得很重點 因為很多寫Ruby 或寫Rails 都會覺得說 我寫這個好像很酷 很草 其實並沒有 我覺得那個 其實你只要 東西能做得出來 不管今天 像什麼P 什麼R 其實都一樣 只要會抓貓的就是好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然後 這個問題其實也沒有問過 如果這個東西沒有比較好的話 為什麼你要換 為什麼你要從PHP換到Ruby 其實我本來就不寫Ruby 我本來不是寫PHP的 我本來其實是寫Brash 所以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 什麼PHP換到Ruby 換了這個問題 然後又好奇說 那個 去年不是要換一個 什麼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抗股 那個是 另外一件事情 那不一樣 那個熱血跟血神是沒有關係的 不過呢 今天應該也許會有 請大家期待一下 來我們準備要開始 那Ruby是一個 很OO的 人事員 我這樣打嗎 對不對 然後 而且他 相當的OO 很多東西都很OO 他有很多的實作品 包括 本宗的MRI 就是Ruby本宗 他有 就是那個 日本的 應該說 原始正宗 之外 還有其他 例如說 他有那個Java的實作品 叫JRuby 有Mac的實作品 叫MacRuby 然後有 當面有 當面實作品叫做Iruby 還有其他點點點 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Ruby 都還蠻有趣的 如果說 因為 其實他太多分枝 太多的分枝 太多的實作品 所以如果說 你要在你電腦裝起來 其實很痛苦啊 所以 我這裡有潔癖 我不喜歡 那些東西 因為裝得很快 都會重灌 所以 還好有人發明了這種RBM 或者是 RB 那個 RB ENV 那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是用RBM 因為我覺得 RBM 我用起來會順手 那有人覺得 RBM 比較好用 各有喜好 這個裝起來之後呢 如果它其實會 其實它是在你的 更目錄 在你們的HOME資料架底下 建一個 那個 建一個資料架 然後把你的Ruby 全部裝在裡面 那如果人不要 就把它開掉就好了 這個是一個 大家都覺得 是問題的問題 那 我也覺得它很慢 但是 相對於 我自己寫層次來講 我覺得 我用它 也許當我的生產力 大於 那個層次實際上 運轉 需要那麼大 那麼快的速度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划算的 而且其實 我做的東西 沒有那麼多人在用 所以其實我 不是很擔心這一點 而且其實也有解決辦法 然後 我們很快 就進入這個 Live Coating 我覺得這個很好 可以 Live 寫層次才有趣 小鈔 這個 我要看小鈔 我們可以拿Ruby做什麼 首先 我們可以拿當計算機 這個很蠢 可是其實還蠻好 使用 1加2 3 這很方便 如果 你應該要問說 你要拿Ruby做什麼 這個也是它 應用之一 你進入 console irp 直接打1加2 它會跟你說3 所以 其實 它也是一個應用項目 只是 沒有人這麼做 然後呢 接下來 我就要提一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會把Ruby跟Ruby跟Ruby畫上很好 事實上並不是 它其實不是一樣的東西 它是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 老實講 我在2007年的時候 我買了第一本Ruby的書 然後 看一看 我覺得 這個東西回圈 寫得很好玩 它Ruby也蠻有趣的 可是能幹嘛 不知道 然後我的書就在那裡了 然後 直到2009年之後 發現 原來 有一個空架 叫做Ruby 然後 原來它是用Ruby寫的 然後呢 就 發現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 也許大部分的人 知道 Ruby是因為Ruby 那 我覺得 這無可厚非 我覺得這OK的 因為 畢竟 我想大家都承認這件事 就是 大家都承認說 那個 Ruby是因為Ruby封起來 所以 其實 要記一件事 Ruby其實跟Ruby是不一樣的東西 Ruby是一個神式語言 那 Ruby是一個 然後 常常很多人 會拿 例如說 會拿Ruby跟PHP 再比說 你看 你們PHP寫起來多慢 然後 看我們這個Ruby 兩三下都把它做完了 其實這是不公平 因為你是拿一個 一個 去比一個神式語言 那是不對的 那也許你可以拿 例如說 Ruby跟Tag PHP 你可以跟CI 或者自己也不去做比較 我覺得OK 但是 我覺得比較 本身沒什麼意義 因為做出來的實際 然後 再來就是 然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其實它一些 名字 就是 其實很多人會 會 比較 應該是比較官方的說法 我們叫Ruby還會是在縮寫 我們通常會叫它Rails 然後 有些人會叫它叫做RO 其實 這個是 你可能已經不明思議 就是你看它說 也像 就幫它說 其實但事實上 呃 常在寫的 就是 比較有在寫的 通常不會去做這種 通常不會用 不會說什麼 這東西叫RO 然後它自己看起來 其實也感覺在笑人家 然後 那個 比較多的國外 那大大也都是用Rails 對 都是Rails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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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寫代替Rubyreux 我們現在這個�ed在 開口 我們要準備開始 Indo 首先 在Ruby裡面,所有的東西都是固件,有少數部分不是固件 雖然蘇章跟你說Ruby是固件,但事實上也不是 後面你會提到哪些東西? 要先跟各位說,我們上的不是Ruby的課 不是Ruby的一般的課 我們只是跟各位介紹一下有哪些東西 是Ruby裡面比較不太一樣的 剛剛提到說,所有的東西都是固件 例如說,四串 我是一個偉大的小米 這是一個,其實它是一個自傳物件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 因為它如果是附近,它就有一些MAS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說 那個小米的那個尺寸都是30起跳 所以它的算法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看它的中文字 中文字是十個字 可是它是在Ulico的算法 算法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我們再會提到說 它在版本不同,算法會不同 所以我們讓我們看一下 再來就是這個是自傳 這個是自傳的那個 自傳是一個物件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是 它的數字,數字本身也是一個物件 所以你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那個... 然後呢,這個其實你就可以看得到 7,7是一個數字,是一個物件 那7是,其實就是我們有傳說中的每個晚上可以7次的那個 你可以從1m到2m到7m 所以你看啊,其實在程式上我們在Ruby寫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會寫說這個東西 例如說4i等於0i等於 iA小多數i++這樣寫吧 比較常看到的是這種 就是用有點像遞毀的那個疊代的方法 去一個一個把它跑出來 因為7本身是一個數字物件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7,然後去當 因為7這個物件本身上面的方法 times就是這個7上面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直接這樣互交 互交之後你可以把這個子傳到後面的block去 這個這樣的寫法我想在別的程式語言 應該比較少見 因為別的程式語言比較沒有用這種 也那個疊代加瓜粉的方法再考核圈 比如說是可能用4i或者是那個4i等多少 然後一個零貨圈 這個是,這只是其中的兩個那個 兩個半例 那我剛才提到說 嗯... 版本不一樣,算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如果你是用1.8.7的版本算的話 它會算出來是30 因為它會把一個重子 他們剛才的三個字在算 那如果你是用那個... 如果你是用那個... 因為我現在用的外面用的版本是... 是用那個... 是1.9版的Ruby 那算出來的結果會是10 因為它只有10個字 那如果你是在那個1.8版的話 算出來會是8 所以... 不是8 算出來是30 所以其實在算的那個方法上有點不再一樣 那1.8跟1.7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細節 在磁座上一定不一樣 包括它最上層不類別已經不一樣 那各位 因為1.8的版本 官方已經說沒有未來 所以... 建議各位請用1.9以上的版本 然後1.8 因為... 這是我想大家學Ruby很多的事情 因為我想要學Rails Rails在後面的版本 聽說啦 不會支援... 就沒有在支援1.8的版本 所以就是說強迫大家升級 那我... 話說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 不然那個... 如果你可以... 因為你可以用... 透過框架去... 那個... 讓整個程式語言升級 我覺得並不是什麼問題啊 因為... 因為我相信很多... 也許... 也許像PHD 或者是其他程式語言 PF5.1... 5.1... 5.2... 都還在跑... 反正... 業主很多的心態就是... 反正不會壞掉就好... 好... 好... 再來我們今天要介紹到那個... Ruby的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看... Ruby的Option Model 它是... 因為... 嗯... 或是... 1... 1... 這個東西其實它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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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剛剛是fixNumber,fixNumber的上一層是一個Integer 然後你還可以再繼續往上 然後你可以看到往上又長出一個東西來 然後呢,還可以繼續往上 因為它其實那個基層還沒有到底 好,已經看到到底 然後已經到了Hobjet Hobjet在1.8版本,它是所有類別的頭 然後再如果再往上呢 然後就逆了 逆了就是,如果你在PX程式你就是沒有的東西 那再往上呢 再往上的話就是 Near就沒有辦法再呼叫了 但是呢 你可以去看看Near這個東西屬於哪一個類 Near是屬於Near的class 它是屬於Near的類別 然後呢,Near的類別的suford class呢 就是誰呢 就是Objet 然後你等於說其實你可以再繼續這樣子玩下去 suford class 可以無限連斷 可以連下去 其實不會斷掉 簡單的說 所有的固件的最上面 它都是Object 所有的類別的類別 所有的類別的類別 所有的類別的class都是class 所以這個其實要花點時間想一下 這個我記得那時候 我愛好跟我提點之後 我才發出 才知道 原來那個其實你可以發出一個題 例如說你這個東西 你往上 然後遇到誰 然後你旁邊出來 你可以看到你是 誰 你是屬於哪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 你還可以再往上 然後你發現這整個是 就是穿在一起 很有趣啊 可是有人覺得不好玩 然後這個是就是在Ruby裡面的 再來就是我們來看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叫做 這樣吧 然後我再呼叫它的時候 會出現那輸出結果在最左下角的地方 你會看到一個Hello 這個輸出結果 那是因為我定義一個一個 一個Messor Hello 這個成立 真的理所當然 按照我今天定義 呼叫叫Hello Hello 它會出現一個 那個理所當然 一定要跳一個錯誤訊息 或這層次就我記 所以 你會看到 欸 我這個 它叫做個Name Aro 但是其實 它事實上 它是呼叫 它在運作的時候 當這個找不到這個方法的時候 它會去執行一個叫做 M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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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會去呼叫一個 這個 這個 或者這個 然後呢 去呼叫它 它其實本身 如果你們要實作它 的話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們實作它 其實它是一樣的 它就是 欸 欸 光燈 這個 謝謝 好 它其實丟出一樣的 一樣的結果出來 但是呢 如果我們去攔截它 不是攔截它 我們去實作它 我們再做一件事情 例如說 好 你會發現 它其實那個 錯誤的程式嘛 就可以 就不見了 就是你那個 因為你去實作這個 Messor 這個東西 所以它就不見了 然後它就到這裡 然後就沒有在我 上面就呼叫 好 這個其實在 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 因為在 嗯 雖然我們要提 Rails 但是它還是 反正就是 我們要提怎麼寫 但是你會發現 你在寫Rails的時候 裡面 有一些很神奇的Messor 例如說 Find by IID 因為那些 那些Messor 都是動態定義出來的 它定義在哪裡 它其實定義在很多的 就是 當我去呼叫 可能你會呼叫一個叫做 嗯 Cind by IID 好了 然後 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能不存在 這個方法不存在 可是它可以找得到 它可以知道你呼叫什麼東西 然後 然後你甚至你喜歡什麼 什麼參數機 它都知道 然後那個Rails的一些 程式碼再去 根據你呼叫什麼東西 去幫你做PASS 然後把參數傳到該傳的地方去 所以其實 Rails雖然 有很多的那個 魔術方法 但事實上 你只要知道它的原理 你就知道 其實它並沒有那麼的魔術 它還是 反正 就跟科學一樣 應該說 其實魔術 你只要弄清楚 它到底怎麼做 運作的 你就直接覺得 它也沒有那麼神奇 好 然後 再來 我們要 再講一下 在Ruby裡面的類別 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叫做 很有趣的東西 叫做 叫做 然後 發生著 線外 慢慢按 其實 無論如何 有些 它也不需要 它也不需要 油膏 它也不需要 你也可以 它會引起 然後我想這個你只要曾經寫過類似OO的東西 你就會發現例如說你在這邊寫A 然後呢我的那個B是繼承A的 所以我一所當我的B就有這個版本 然後我為什麼說他有趣呢 因為通常我們會這麼做的 其實在錄影裡面並沒有所謂的 那個Private Master 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執行了結果他噴了一個錯誤訊息出來 然後他說沒有這個MASO這個東西是 是Private 但事實上他也是有辦法配呼叫的到 其實只要改變他們那個Sender就好 然後你就呼叫的到他的那個秘密的方法 然後我相信很多人會覺得這個OO的程式 也會不會太不嚴謹啦 你的Private Master都可以外面抽得到 都會不會太誇張啦 那我是覺得說Ruby把很多的彈性都留給 開發工程師 那工程師要二稿 應該是這麼說啦 如果你工程師想要亂稿 任何程式員應該都擋不住他 但是如果工程師有意想要做一些Hack 或者是比較特別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Ruby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他沒有管你很多 然後你要怎麼寫 反正炸掉是你自己的問題 所以他包括這個Private Master 他也是一個 就是有點像好看的啦 就是他並不是真正的Private Master 他一樣是可以從外面抽得到 另外再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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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甚至可以在 例如說這個B 這個我們剛才釋出的這個東西上面 然後我們進一個Fly 然後B就可以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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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B就會飛 但是這個B 這個Fly的方法只局限於在這個B的這個Instant上面 因為如果我再信一個 他其實是會找不到這個東西的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他在Ruby叫做Singleton method 這跟我們一般講的DesignPatter Singleton不太一樣 它的Singleton有點像 那是指說 我只有把這個Matter定義在 這個 這一顆Instant上面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 因為呢 這邊其實可以這麼寫 你看到這個Matter定義在這裏 按摩 這個Matter定義在這裏 這邊可以進去 是可以返過的 然後它是可以返過的 大方法 因為在Ruby裡面並沒有真正的類別的方法 它不像一起上交啊 它可能還有靜態的static method 或者是class method 但Ruby裡面並沒有真正的class method 事實上它的實作方法是這樣 例如說我今天課過 所謂class method 它其實是透過我們看一下第一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二十四到二十八的寫法 這樣的寫法 以及在底下 這邊這樣的寫法 也是一樣的 我會特別提這個singleton method的原因是因為在Ruby裡面 定義這個singleton method 它其實有點像是 例如說我今天我要去找Fly這個singleton method的時候 正常來講我們應該去往我們自己類別找 類別找不到的時候會往我的上一層類別找 但是這個singleton method 它其實有點像是在我這個類別以及上一層類別中間卡了一個東西 然後呢 靜態方法的實作方法其實也是一樣 所以事實上在Ruby並沒有真正所謂的class method 它其實它的方法就是 都是在你的那個class以及你自己本身中間 大概一個叫做anonymous的一個class在這邊 然後你要找的時候 應該說你要找上一層之前 因為你有定義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先去找那個匿名的類別 然後找不到才會在往上找 這個是在Matter在搜尋的時候的一個方法 這個我想在Ruby其實還蠻特別的 就我印象中在別的程式語言的 比較少看到這樣的東西 好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無聊課過來上完了 然後我們來講一些惡考的東西 這是一個正算 然後呢 我們叫這個正算 說點話 一定會出錯 按按按 好 它一定是說不出 然後我們沒有這個方法 那怎麼辦 我們剛剛有試了一個叫做MesaMission 這個東西 那個是攔截 那我們還可以直接可以 換給它 那 我們可以直接換給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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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直接掛給它 就是 你看到 其實我是直接在裡面 這個 String這個類別 因為呢 這個Hello 是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類別是String 所以我直接把這個String打開 然後塞東西進去這個裡面 最後就我目前知道 大概 我寫過Python跟Ruby 有這樣的科學 就是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 你可以把 東西 把一個類別 自由的打開 所以是你要塞什麼東西 繼續做揮 甚至你要複寫掉某些東西 也OK 例如說 我們來換一個東西 計算機 1加2 這三個東西 如果說 我們在這裡 放一個Python Number 我們去定義去 我們去定義它的加號 它會選100 然後呢 它會跟你說100 這個簡單就比較不要 先別當中 你會發現為什麼1加2 可能100 因為我們去 附寫了這個加號 那為什麼加號可以附寫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事實上 其實加號在Ruby 並不是一個運算符 是一個 method 你可以這麼看 你可以把它看待成 它其實是1點加 然後呢 因為它的光 可以省略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成這樣 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其實跟 剛剛你看到1加2是一樣 但是在Ruby 它有 它幫你做一些 那個語法堂儀 幫你包裝起來 所以呢 當你打1加2的時候 事實上 你並不是真的 在運算兩個東西 你做的是 你把 你去呼叫1上面的這個加 括號 去呼叫加這個這個 method 那加號在Ruby Ruby是一個合法的方法 的 method 包括文號 精神號都是 所以我覺得有趣就是 Ruby的那個 method 並沒有管理太多 它沒有管理很多 所以 你在這裡也可以 可以往很多 有趣的東西 啊 不過這個其實有點惡搞 為什麼有點惡搞 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這個 絕對是惡搞 來 我們來看一個 這樣 然後 如果我們A是一個 是因為我們有 有計程式 那個 有計程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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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可以這麼做 然後 我們把我們塞了五個E 進去 然後這個 這個圖號是塞東西進去 然後 嗯 這個塞呢 它其實 其實就是append 那 做了這樣 因為是array 所以當然理所當然ok 但是如果說 你後面這個圖號 換另外一個 叫hats hats 是另外一個類別 然後 它就會出現收據 這個是 對 那為什麼 這麼講 為什麼會這麼放呢 因為我這邊想要來 換一個 然後 例如說 大於 0.5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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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它有一半的機會 會 計程式 那個 計程式 array 一半的機會 計程式 那個hash 也就是說 你有一半的機會 會執行成功 一半的機會 只是失敗 所以當你 如果你 很不喜歡你的同事的時候 你可以這麼做 你可以 加一個 你有百分之十五趴的機會 咦 怎麼都 噢啊 15趴 你有發現 我都都對啊 但是會有百分之十五的機會 會出錯 然後這個也測試 這個可能 就算你要寫測試 測不出來 所以 不要這麼做 但是 應該說你可以這麼做 因為 其實上面這個 我的計程式 並沒有一定 說一定 來自 某一個固定的類別 所以 我甚至可以 這個地方 動態的決定 在執行階段 決定說 我要計程式 哪一個class 不要這麼做 好啦 我們再來看一點 比較 比較有趣的東西 因為 這個看起來很不良 我們來 畫 來寫一點 MacRuby 來寫一點 MacRuby 我剛才一開始提到說 Ruby有很多分支 其中的分支就是包括MacRuby MacRuby 可以寫什麼 可以寫 當然不是 iOS 目前還沒辦法 因為iOS的手機上面 沒有支援GC 但是 一般 我們在寫出來 這個是有GC 所以 我們在省這個東西 沒有好過上去 但是 你可以這麼做 然後呢 欸 有啦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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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W 在我們的領域裡面 寫 D D 是 我主管 去 他 是 HELLOW 對 他會講 哇 他會 HELLOWOR 然後 你看到那個 GC 那時候 其實是因為 那個 以前是OK的 但是 後來 出錯了 那程度 不是 不行 那這個層次 其實 並沒有很長 携帖 要怎麼搞得一點 那听说对那个就是因为刚刚更新完之后就会出现一些说句型那个我本来还蛮看好看不懂比这东西但是 可能之后再看看因为那个查看跟新的4.3之后跑起来就很爽 然后你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还可以做 做点比较好玩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看这个阿仔做什么 这边是能不能够的 是 看这边是 那边是这样的 继续 这边是这样的 那边是这样的 我没有想到这个 那边是这样的 不然是这样的 那边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的 好 我可以把那个 就是力量 但是它是 我給它第二次的一刻 就是可以除了 寫成正當 第二人把它拿來做音樂 第二 除了音樂之外,我們來看一下畫畫 用錄影畫畫 再看一看 看一個 忠忠 這附近會有點久 因為這附近會有點久 因為他需要 底下是膠 但應該會動 這個,如果你看到程式碼並沒有很長,大部分的程式碼都在控制這個位置上下左右 這個可以煉點幾個互補 你把速度調快一點就可以煉 這個真的很無聊,就幫我煉下去 還有一個比較漂亮一點的 這個 這個超有一點,比較漂亮一點 你可以改變它的形狀 你可以改變它的形狀的大小 我們再看最後一個例子 按一個Flight 這個需要滑石 這個Flight是什麼? 這個Flight是什麼? 這個是一般再見的 就是3次的 滑石 這次還可以有4次的 就是說... 你可以用Rubbi 的話 可以去畫屑 這個是OK 甚至結構很好 這個最起碼買噪 如果開放的時候 按一下 它的就算是 好 它的更多 它更多 可以看到旁邊的位置 可以在這邊畫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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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可以在這個地方畫 畫動機的三角形 然後畫到四角形 可以畫到四角形 然後打字 然後放在三角形 在這個地方 白色的自然配合動機 在左上角 它可以做的東西很多 你也可以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一邊寫一邊看 看你再刻 到底刻什麼東西出來 這是不實用 對於某些 也許計算機讀學相關科技的人 對它也許有需要 因為它可以用程式去畫畫出來 它以前 這種這種東西 我都可以說 現在也許可以 可以用 這一套東西叫做 Processing 它還有各種Code的版本 它有原始Code的版本 它也許可以用程式去畫畫 所以我們把Ruby 配合到其他 然後加到Squiver 我記得也有 它可以做滿滿多東西的 然後最後 其他 其他 這個Logo是反射的 其他 其他 這很重要的 你看 然後我們來簡單的 做個簡 簡介 就是 其實在Ruby裡面 大部分的東西都是 object 都是物件 為什麼說大部分呢 因為有少部分 不是 例如什麼東西不是 例如if不是 然後 我記得列了連的block 本身也不是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們 非常無所謂 所以 其實應該這麼講 所有的東西 Evariable 出來之後 都是物件 這句話就沒問題 包括連 衣服 包括連block 評估出來的結果 都是物件 這個就比較OK 但是 其實你也可以說 大部分的東西是物件 在Ruby什麼東西 都覺得OK 然後呢 請使用 建議使用Ruby 1.9以上版本 然後1.8 聽說 反正已經沒有未來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 到底1.8跟1.9 它有什麼樣的差別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簡單的說明 Rails不是一個 神式語言 它只是一個框架 所以 請大家如果第一次聽到這個 第一次接觸到Ruby 或者第一次接觸到Rails 只聽說Rails很威 然後 請記得 他不是一個神式語言 他自己不會碰落他 然後Ruby呢 跟Rails是不一樣的 他們 在某些國家 或者甚至某些文化 他們甚至是有點仇視的 他覺得說 那個 我們Rails才是正宗 然後呢 記得 那個 請叫他Rails 不要再叫阿娃 你看阿娃看起來多好笑 感覺是人家在 很在嘲笑人家一樣 然後 沒有太多的 其實 雖然有啦 有Magric 但是當你知道之後 你發現它並不是那麼的魔術 所以 我們今天用了什麼東西 Rug其實我已經沒有提到 你可以 Rug其實它是 就是 Mac 然後但是Ruby 把英文 我等一下看時間夠不夠 因為 可以提到 用C來寫的東西 就是 因為 剛才提到說 Ruby有點罵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部分 東西用C來寫 然後用Ruby去 call它 這個是OK的 然後 Rack 是某一個Rack 其實就是 它就是一個 一個 這個敘述 包括 其實Sinatra 跟Rails 本身都是一個Rack 來的 Magration 然後 在我剛剛提到說 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東西來做一個 Mac App在上面 然後呢 iOS呢 其實也有人科啦 但是目前聽出來不成熟 就是還在弄 還沒有弄出來 然後還有其他 也有人做出別的東西 但是 那個 我覺得如果要寫 iOS的App的話 原生的 我剛才的建議 如果學得動的話 原生的比較建議 然後 你可以畫畫 可以做一些東西 可以移動音樂 然後不要讓他覺得 我們這是什麼 寫成是Rack 臭酸仔 然後 Ruby也有趣 這個 這句話 我前兩天看到 某一個 JavaScript 那個什麼 HTML 我就覺得 哇 那選擇可以做 D翻轉 我覺得這很厲害 所以它上面 也有一句 簡單譜表寫的說 那個 你的想像力 就是你的 反正就是 意思就是說 你的能力 只會被你的想像 所局限住 所以 呃 想像這個也超有力 手上 看見熟的 看到了 所以其實Ruby可以做很多東西 然後 也許Ruby真的 不壞 然後 趕快就換了 但是 其實有很多 有趣的東西 然後 好 沒有 但是呢 我想再DEMO一下 剛剛那個 剛好露了一個 我覺得 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點C檔 然後如果對於會寫C元的人來講 這看起來應該比較輕鬆嘛 然後 他簡單的說呢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第八行 第九行 這個地方 我定義一個 那個Ruby define module 這個是那個 這個路裡面 定義 method的寫法 然後我定義一個叫 DEV3 這個 這個 module 然後我在 這個 在這個 DEV3上面 定義一個 一個 method 叫做 How low are you 就是你問你幾歲 所以當我呼叫它的時候 它會回傳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在怎麼把它弄成 讓Wuby可以比較 然後呢 我們來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require 就是那個 這個東西 我們還沒寫 然後include 這個DV3 是我們剛剛編譯出 就是剛剛我們在用C 檔案裡面定義的 然後呢 這個 method 也是剛剛我們在裡面定義的 所以我們在這時候 如果執行呢 一定會出錯 他就說沒有這東西 所以呢 進去編 怎麼編呢 其實有 Ruby 有幫我們 做了一個方便的東西 叫做 MKMF 他可以幫我們快速 成那個 那個 Mac file 因為Mac file的時候 其實還蠻囉嗦的 所以 當我 這樣 當我這麼做的時候 我會產生一個 Mac file 所以 我只要打個Mac 它就會 編譯完之後 就產生這些東西 回來 到這個地方 然後再去執行 它就輸出 給我的18 所以 就變成說 其實我是在 點RB裡面 去護照 C做好的東西 所以 萬一有些東西 你覺得太慢 那你 然後 你也有能力 可以做 你可以改善它 然後你可以 一些慢的地方 又 改善C寫 然後 然後 因為我覺得Ruby的 想像 特點是 它的語法寫起來比較 比較 因為它是幫你包好很多東西嘛 所以 寫起來會比較有趣的 更精簡 比較好玩 但是 我相信 效能一定是 聽不過人家 這個 我覺得 好 等一下 我要向你講的 快一個小時 來 反正 待會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就 我們中間休息時間 其實可以 然後 就在這邊 然後 請 那個 下一位大大 那個 來 幫你準備一下 好 謝謝 謝謝各位